我们接下来的三段 要来特别访问现场的几位专家贵宾 能源政策 它既是一个能源的危机 给电 要供电给大家 它也是一个碳中和的地球道德责任 也是一个国家的安全 在我们现场有几位贵宾 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右手边的是 过去清华大学最著名的 核工所的特并教授 尤其他曾经担任过 台湾电力公司的董事 今天他在我们的现场 对台湾的整个能源的结构 以及台湾现在所面临的能源的危机 相当的了解很多 你绝对不会知道的真相 在我们右手边是杨永明 他曾经担任过国安会的前副秘书长 是台大政策系的教授 在我的左手边是著名的经济学教授 朱云鹏 我们刚刚看到德国的例子 其实一个国家的电价 跟它的电力的组合 跟经济是息息相关的 在另外一边是 我们来自台湾大学 也是政治系的 摩内蒋座教授 同时也是台湾 欧洲联盟的中心主任 他非常了解 在每一个欧洲不同的国家里头 能源政策怎么主导成为 他们国家未来的减碳目标 同时也是国家安全 谢谢四位教授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一个事情 就是影响台湾能源政策 最重要的一个大事 叫做日本东北大地震 福岛核能危机 那有一个问题 你们想 我们台湾主要是因为福岛核能危机 然后就停建核四 对不对 对台湾能源政策 有非常非常大的冲击 不是 我们完全是因为福岛核能 就是停建核四 最重要是福岛能源危机之后 那台湾的方法是什么 第一个是停建核四 把核四停了 封存 那保留核一核二核三 德国的做法是把老旧的 17座的核能电厂里的八座停止 我们是把新的可能要建成的 开始运转的停止 把老的留下来 结果核一本来就动不了 他们说核一是老太太 这句话有歧视 OK 就是运转不了了 那就变成核二核三 那这个是德国的做法 日本的做法是什么 我们后来整理自然的时候 非常的吃惊 让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现在的能源结构 日本的能源结构 是经过一番的调整 在日本福岛核能危机之后 日本是大幅的增加 天然气的进口 结果导致电费大涨 它出现了贸易赤字 我想这个朱英鹏教授很清楚 所以他就开始降低了天然气 目前为止 整个日本的电源 电力的整个来源的结构里头 属于煤炭的占28.2% 我们台湾后来增加的 活力发电的电厂 是从日本横滨电厂买过来的 而且还带了台湾非常多的媒体 去参观了横滨电厂 那这些去参观横滨电厂的人 就横滨电厂说什么 他们就写什么 但事实上我们后来去查他的网站 你不用做什么更深入的内幕调查 你就知道说 它其实对于减碳这些事情 它会下降25%的二氧化碳 对于雾霾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然后它还是一个燃煤电厂 它不是清洁的煤 也不是没有污染的煤电厂 那日本有没有增加煤炭发电厂 是我们当时研究的主要的目标 结果发现在福岛核能电厂之后 日本并没有大幅增加煤炭火力发电厂 它增加的是天然气 天然气有一度增加高达40%左右 后来它现在降低到35.1% 因此它开始什么部分 你们看到是核能 核能在日本福岛核能危机之后 回到零 每一家城关 然后之后经过各种不同的评估 评估 评估 评估到后来 有几座在很严谨的情况里头 它恢复 让它可以运转 所以现在日本的核能占6% 请注意日本还有水力发电 水力发电在台湾被算成再生能源 这可以当成是有一点作弊 因为一般讲的再生能源 是指太阳能跟风力发电 不会 但是它当然是清洁能源 日本的水力发电是7.7% 太阳能是7.6% 风力发电是0.8% 地热是0.2% 升值能源是2.8% 这个是日本2019年的 整个发电的比例 我们来看台湾的能源结构 台湾的能源结构 在停止可能电厂以后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燃煤高达45.2% 在那个之前 台湾的燃煤也很高 大概2011年之后 高达49%多 就是在311之后 我们甚至有一段 燃煤占49% 天然气占了35.7% 核能在2020年的时候 是11.24% 然后再生能源 这里写5.40% 燃油占1.52% 回到现场 我第一个请教李敏教授 台湾这么多年 我觉得你不能够说 他们不重视再生能源 一直讲一直讲 再生能源的比例 一直都不能突破5% 甚至低于5% 如果我们把水利发电 扣掉的话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再生能源 一个重点 它是分散式能源 OK 分散式能源 你要用的时候 如果你发出来之后 你就当地就用掉 解决 可是当你发出来之后 你的工业设施 你需要用电 所以你要把这个电 收集在一起 所以你要有大的一个书店网络的配合 那个书店网络 你也建起来也是需要时间 那可能建起来的时候 你也需要有民众的要配合 他不能抗议 或者政治人物 不会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做炒作 所以那也是一个议题 你可不可以讲重点 意思是说 因为我讲到您的重点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再生能源有人抗议吗 再生能源事实际上 现在蛮多抗议的 你看现在大家说了 我要砍掉屏东很多的树 来做太阳能发电 那你太阳能电板 建在所谓的生态保护区 建在湿地 这些抗议到处都是 那你风力发电 现在渔民也在抗议 你一平方公里树一根柱子 那渔民捕鱼的时候 会不会受到影响 那些渔民要怎么办 你风力发电建起来之后 你那风力发电再转会有震动 那个震动对海底的生态 会带来什么影响 这些东西 有人评估过 但是也许有人会很重视 那些生态 但是政府可能都没管这些事情 所以再生能源不是没有成本的 OK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德国的例子 德国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再生能源 德国人反对盖在他们德国 南部自己家后面 所以他就绕到了到波兰 然后才绕回去来给德国 那我们是不是 因为我知道 我们也有那种民众的抗争 民众的抗争就是 因为你所有的活力发电也好 再生能源发电也好 他一开始发出来的电都是高压电网 然后高压电网 你就是要高压才能够主存电 因为你不可能用低压电网 高压电就是要先高压电 然后高压电送工厂是高压电接 送自己家里头 就送到你家是低压电网 然后这个电就会降下来 降下来的时候电力就会流失 所以为了保存高电力的时候 大家都是高压电网 结果在那个时刻 在马英九执政的时代里头 特别有名的 就是有一个叫 澎湖风力发电公司 澎湖还有很多民众 自己还成为股东 拿他的地出来 然后台电准备了一条 接近50亿海底电缆线 准备要这么做 然后在云林上来 结果那个时刻的县长 带人抗争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往事 有 那条电缆盖好了 海底都盖好了 澎湖那边协调了很久 也盖起来了 但是到了云林上不来 因为云林线反对 那条电缆多重要 那条电缆多重要 因为澎湖本身是一个独立电网 跟人家不接 所以那条电缆就可以把澎湖 跟台湾本岛接起来 接起来就有两件事情 一个我们可以把台湾 比较便宜的电送到澎湖去 澎湖就不用柴油发电 非常的贵 还有一个澎湖有非常好的封场 他可以把风力发电送回来 我的了解澎湖现在在网路上 在资料上看到的 澎湖现在有14部风机 小的 他将来要建11部风机 如果你去看一些资料 他的风机要在2020年 就要运转的 2020 现在是2021 你去看资料 有没有看到他风机运转 没有 为什么没有运转 因为发的电送不回来 其实澎湖已经被认为 公认是最好的风场 对 但是没办法用 因为没有书片电线 没有办法用的原因 不是没有书片电线 是谁愿意让他家 盖高压电网 然后政治人物 如果不全盘考量 带民众抗争 这种是替民众的安全着想 还是哗众取宠 这其实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大问题就是说 我们什么都反对了 核能我们也反对 那你讲福岛核能危机 又想想很恐怖 很可怕 核能电场一定要停 尤其是核四停建又在重建 它里头充满了 可能可疑的状况 那为什么用这种口闻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经过 真正的国际的核能专家 评估告诉我们 核一 核二 核三 核四 哪一个安全 哪一个不安全 我们就蒙个眼睛 相信一个伟人 或者相信某几个人 认为他自己叫专家 然后就关掉了 我们并没有经过 professional的调查 也没有经过 professional的评估 就把它停建 也就把它封存了 然后就把它说成 永远不可以再运转的 那这是一个 第二个 反核完了以后 就全部燃烧煤炭 然后整个台湾 我们来看 最近这两天的雾霾 这两天的雾霾 全台湾的人感受都很 很强 从二十五号到二十六号 雾霾都是这个样子 有止暴的 你看整个几乎 全部都是如此 然后我们政府 有一段时间上 很多人认为是 来自于境外 就是来自于境外 那事实上 住在台中的人 都很清楚 他们一直离中国大陆 都很近 一直都是中国大陆的境外 可是是因为某一个时刻 停建核四之后 中部的火力反而下全开 才造成了这个雾霾的状况 他们很了解 亲身感受到时间顺序的一个差别 好 那如果你燃煤 你也反对 然后风力发电 高压电塔 经过你家 你的县 你县长还要带头抗争 台湾的电从哪里来 以前你在你记者节目讲过 福岛电厂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那个电厂盖在平地 不是吗 应该是盖在山上的 对不对 不是 我很认真地读了那个 我虽然是外行 但我要很认真地读他的报告 是他的发电机盖在海的旁边 当时美国已经有 G1的工程师警告他 说你把发电厂盖在海旁边 你一旦有海啸的时候 发电机就会shut down 那你就会整个出问题 你必须把发电机移到山上去 结果他们因为跟 日本的电力公司是商用的 跟东京电力公司是勾结的 就要求他篡改报告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本来他不应该经过 核电安全的 没错 不可以过关 结果就让他过关了 所以他们认为 为什么国际的核能组织 都认为说他是一个人为疏失 就是他盖电厂的时候 就是官商勾结这样 是啊 所以任何事情 必须是真的去了解他的真相 然后才知道最后的决定 不能说是反正来了 我就做决定了 这是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台湾现在是什么东西都要反对 但是我想问一句话 是我们的电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这种本来的报告 我们先给你说这种非常伤心 我们先进一段时间 给你画一项 就没有到处理 来自然之间的 不然是非常需要 就是最有趣的